我們來看一下數以97之四這一題 這一題又是一個位數的問題 我們先把這句話翻成一個算式 n的31次方是35位數 位數的時候要注意它是什麼呢 它是比10的34次方還大 因為這已經34個0,再加上1就變35位數 但是這邊要小於10的35 可是我們現在目的要求這個n 所以要把這31去掉 所以31去掉 兩邊其實可以一起三十一分之一次方 所以大家這樣做就可以把這個31去掉 所以我們這樣做完之後 我們這邊就會得到的是n 這裡就是10的31分之35 那10的31分之35 一樣我們就是給計算機再來稍微算一下 35除掉31 這是10的1.129 這是10的1.129 那對於這一邊呢 對這一邊的話 34除31 34除掉31 10的1.096 這是10的1.096 所以這個東西呢 跟這個來相比 這個東西就是說 1.079 所以這個東西大於10的1.079 所以它比12還要大 所以比12還要大 然後呢 這個1.129比這個 比這個 這個 是那個 小於10的1.146 那這個是 這邊大概是14 大概是14 所以它是比 這樣 比14還小 那比12大 但是它是一個整數 所以我們就知道這一題是13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題n要選13 那 所謂的logn就是這個次方 所以次方是 當然比1.09大 然後比1.13小 對 比1.13小 對 好 那這裡要改成 34 跟 345 所以這題答案就是 2 3 4 好 那其實它這題 它這樣子 對 它這樣子出 就是說 嗯 所以說數算大使有時候呢 其實你 你 你背了一些 log的 常用的一些log 其實就可以做一些 看起來很難的很難的計算 因為我們這樣子 就是透過log 它是能把計算 你只要加減法 那種次方的運算 其實就可以處理了